嗨嗨呀 上一集我們採集完了聖地裡面的資源 這一集我們要到軍事區裡面去看看 目標是找到完整祭壇和迷宮 我的地圖把軍事區和額外軍事區都伸出來了 因為他們的入口沒有特徵可以分辨 所以我只能走進去看看 這邊看起來是有遺跡廣場的軍事區 在軍事區的主要原則是盡量不要攻擊任何的齒輪怪 因為在軍事廣場上 如果我們打了一隻齒輪怪 周圍有可能會有很多的齒輪怪過來幫忙 軍事廣場的特點是 大部分的遠古雕像都會生成在齒輪馬旁邊 而齒輪馬有風箏玩家的特性 所以我們可以趁他在風箏我們的時候 偷偷的採集這個遠古雕像 來避免在軍事廣場上的戰鬥 看來我的軍事廣場就只有這麼大了 四個區塊小小一個 往裡面走應該是雙戰車區塊和一個福分廣場 因為擔心裡面有很多齒輪怪 所以我決定把哈奇放在這個入口 以及末端也有可能連在裡面 所以我還是要進去繞這邊檢查一下 有了 一條可疑的道路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完整祭壇了 完整祭壇旁邊一定會有四個燈座和兩隻主教 趁現在是平靜期 我先來處理這兩隻主教 點幻星會扣李治 吃蘭蘑菇補血會扣李治 所以我決定把這些會扣李治的事情一起做完 然後再殺影怪一次把李治回起來 李治回的差不多了 為了避免等一下打到一半出影怪 我決定烤一個蘭蘑菇來回食的李治 這邊的做法和在巴雕像旁邊的時候一樣 先拉一隻主教出來 動住他 往後退 再回去丟繩子 點火 打他 因為主教亂跑加上我的火腿棍耐久度降低 我這邊沒有來得及打死他 而且第二隻主教也過來幫忙 這是一個不良示範 主教攻擊的時候不應該走直線跑 而是應該要繞著跑 我先做了一個陳寶石項鍊 但是當我要做其他東西的時候 我突然間想到我的綠寶石項鍊在哈奇嘴裡 所以我必須要大老遠的跑出去找哈奇 雙戰車區塊有個很好笑的問題 因為他把他的地形設計成這個形狀 所以這兩台戰車很容易會卡在地形的角角裡面 而且戰車的攻擊是群體傷害 當他們這樣子衝刺的時候 他們會撞到彼此 最後他們就會把自己撞死 拿到綠寶石項鍊 我可以回完整祭壇旁邊去做東西 燈座已經是半張開的狀態了 因為這邊有四個燈座 如果進入循環期的話 那個影怪的數量 並不是一個普通角色處理得來的 所以我要趕緊把東西做一做 然後離開這裡 在亮著的燈座旁邊 我們的禮字會掉得很快 我只簡單的合成了一些 打遠古犀牛會用到的東西 旁邊那個六格的箱子 如果我們把它塞滿了 他就會把東西全部噴出來 所以我們最多可以放五樣東西進去 這樣他就不會把東西吐出來 並循環期了 剛剛進來的時候我們確認過 軍事廣場上面有三個燈座 所以如果我現在衝出去的話 一定會是影怪列車 我直接原地點了一個矮星 要在這裡把影怪打完 後面影怪燈座全部都過來了 我本來打算清理完影怪之後 要趁猴子是黑色的 出去列一點猴子來吃 結果這時候威爾森卻說了 威爾森說這句話就表示 弟弟的蠕蟲攻擊要開始了 蠕蟲實際上是比獵犬好處理很多 可是我現在理智超低 肚子超餓 血又沒滿 狀態可以說是非常危險 雖然矮星的聲音有點吵 不過這邊仔細聽的話 是可以聽到蠕蟲的吼聲的 火聲結束就意味著蠕蟲已經出現了 蠕蟲攻擊實際上是比獵犬攻擊還要容易打的 因為蠕蟲的攻速和移動速度相對沒有獵犬快 訣竅就是我們要把蠕蟲拉在一起 同步他們的攻擊頻率 痾...當然蠕蟲的前提是旁邊沒有其他的影怪在搗蛋 因為蠕蟲和獵犬很像 只要我們一不注意 他就很可能會分心 如果蠕蟲分心的話 首當其衝的一定是我身後的哈奇 為了不讓哈奇被咬 我一直試圖在打影怪的時候 把蠕蟲的仇恨拉著 在和影怪蠕蟲大戰三分鐘之後 我發現剛剛那條路太窄了 我常常會帶著蠕蟲回轉的時候被蠕蟲咬到 所以我決定到外面空曠一點的地方去打 因為剛剛在裡面的惡性蠕痘 我的屠樂罐已經剩下30幾% 而且藍蘑菇也黃掉了 我的三圍還是很糟糕 我為了躲開這些東西 蠕蟲的仇恨已經斷掉了 他們現在跑去咬哈奇 哈奇和切斯特一樣 死掉的話會在一天後復活 其實大家在遺跡中如果狀態很差的話 完全可以先把這些蠕蟲丟著出去回一下狀態再回來 只是因為我個人非常不習慣把 獵犬攻擊或蠕蟲攻擊這些生物丟在野外 所以我就硬著頭皮在這裡把他們打完 打完之後我的三圍變得比原本還要糟糕 而且因為錯過了打猴子的死機 我只能吃怪物肉來補充一點飢餓度 現在我有兩個選擇 一是回到藍蘑菇森林去摘一些新的藍蘑菇 來把我的血量回起來 二是到迷宮裡面去碰碰運氣 迷宮裡面遍布的那些小寶箱 有可能會開出一隻蝙蝠棍 蝙蝠棍是一隻用魔法二階做出來的武器 使用它攻擊的時候會給我們角色回血 但是會扣禮字 我把剩下來的這些黃掉的蘭蘑菇 一部分先烤熟 一部分把它吃掉看能把它血回到什麼程度 吃完之後再用烤熟的蘭蘑菇 把剛剛降下去的禮字回起來 我決定要賭一把直接去找迷宮 所以我身上又需要空出一些位置 這時候可以搬出我放在身上的箱子 把它放在這裡 像遺跡用到的三色寶石 黃、綠、橙跟土樂礦這些東西 我是沒有必要把它帶回營地的 因為他們也只有在這邊才可以合成遺跡的東西 所以我通常會找一個安全的地方放箱子 然後堆這些寶石 畢生軍事區的地方我已經繞完了 這邊沒有迷宮 所以我的迷宮只有可能生在額外軍事區那邊 軍事區入口這邊有一個坑洞 這裡面的東西又是用我們剛剛做的 陳寶石項鍊吸出來的 走進額外軍事區 可以看到左邊是雙戰車區塊 往右邊走 這邊看到了迷宮入口的地皮 這一趟我們先翻翻迷宮的箱子 順便看看能不能找到遠古犀牛的位置 打開箱子有可能會觸發一些陷阱 這裡掉了一隻白蜘蛛下來的就是陷阱 這種從陷阱箱子裡開出來的蜘蛛 放著不管他也不會消失 不過如果是踩到旁邊白蜘蛛槽的蜘蛛的話 在天亮的時候他們會回到自己的槽裡 我還在翻箱倒櫃 不過這邊看到對面有光谷平原的地皮 這應該是遠古犀牛在的位置 我們可以以那邊為目標繞過去看看 看到了這根柱子 表示我們到達遠古犀牛所在的位置 不過我還沒有準備好要打他 我還是先到附近去翻翻看有沒有蝙蝠棍 如果這邊翻完沒有蝙蝠棍的話 那我就不得不出去蘭蘑菇森補充一次補血品了 那麼在幾乎翻遍了整個迷宮的箱子之後 我終於找到了蝙蝠棍 阿琪應該快要復活了 我準備再回到完整祭壇那邊去整裝一次 然後我們要去挑戰遠古犀牛 不過在這之前呢 我要來補充一些食物 現在猴子好像是黑色的了 我來裂一點猴子來吃 好吃 我回到我的完整祭壇旁邊 把身上的東西收一收 阿琪嘴裡的螢光果爛掉了 所以他現在不會發光 在迷宮的入口補了一些螢光果進去 不過我沒有要把阿琪帶進迷宮裡面 因為他其實沒有辦法繞過白蜘蛛的蜘蛛網 他會採出非常多的白蜘蛛 那麼來到遠古犀牛的入口 我先點一顆矮星在外面 當做一個小小的避難點 然後點一顆在裡面 等一下戰鬥的時候用 這隻犀牛看到我了 好可怕 雖然裡面的那些螢光果現在是亮起來的狀態 不過螢光果其實是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暗掉一次 然後又需要再等好一段時間才會再亮起來 所以那些螢光果不會一直亮著 我還是會需要一個矮星當穩定的戰鬥光源 這個入口對遠古犀牛來說好像太小了 他沒有辦法衝出來的樣子 那麼我在入口的這個地方稍微回一下理智 下一集我們就要來挑戰遠古犀牛了 今天這一集就到這邊結束 感謝各位 またね